今天呢我们是在欧洲世界科兽博览的欧洲展展会上来看一辆这个公交车 从形式结构上来讲的话都比较这个地地道道的这个欧洲的这种结构的这样一种 这个形式的这样一个车 这个所谓的驾驶人跟乘客的隔离带 这个车辆的这种所谓的银远牌素质化 还有这个电子后视镜就是说现在欧洲正在素质化 它已经更新了就现一下现在的这些设施 那么应该说在欧洲我们前几天介绍的那些车当中的这个基本形式架构 都这么一个模样 同样的那么我们会看到 就是这个按钮吧 好 那么我们会来看看这个这个车队的走廊 那么我们会看到这个电动客车的这个这个地方同样的 我们会看到比较宽 因为它的这个桥的这个驱动 这个车队的这个车队的这种设计也比较中庸 也是这个基本是你打过头来看的话 然后同样的也是这个这个信息的 这是一个宽敞屏的 宽敞屏 这个版本的车在欧洲来讲应该是电动车的领域 设计都比较合理 更重要的呢 我们会看另外一个车型 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100%的基地板 实际上呢 当然还有很重要的一个特点 这个地方大家就会看得到 这个车 这边的这个客车 它采用了什么呢 下面大家会看到这个底板 下面它是派克的电池 派克的这个电池 这就是我们讲电动车 电池的这种固执的形式 它为什么这个在欧洲版本当中可以固执在这个所谓的底板下面 而在我们中国我们的这个标准是不允许把电池固执在车内 那就是一个问题 究竟是欧洲的这种一定把电池固执在底板下面是限定合理的 还是我们禁止它固执在这个下面就是合理 那么你刚才我们在车内看到的这个电动车给我们乘客带来的这么一些好处 就是靠这样一种电动技术来做网站 而我们是把它禁止把电池固执在地面 那么我今天站在欧洲的这个市场上来讲 那么作为一个乘客的这个角度 或者做一个医民上的角度 那么我认为这个技术方案上来讲 那么我会选择 那当然我们就会看到有制造厂方面来做 那么我也有点悬念地告诉他 这是中国制造 也就是说你会发现这个中国制造 在欧洲的这个车它如果做到这个地板 而在国内当中也要做到这个高地板 这是谁是我们制造商的这个能力 还是我们的制度不能让我们做好车呢 这就反正一个问题 我们跟欧洲不是技术落后 而是制度落后 因为我们对电动车过去很多不了解 很多不合理的规定 那么造成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车辆的技术发展上来讲 有很多的罗罗网 还有更早之前 那么我们说 当电池取代发动机以后 那么这个转移还要转移转移 那么你也会看得到 现在没有中央的桥了 这个车桥就布置在这个南谷 就变成这个桥 它用人变驱动的方式了 也是一种提出方法 入岸以前的那些所谓的标准的制造者 他们说 哇变动客车 我们还要讨论它的车桥标准 你就知道是哪个问题的事 这就是当时我们就讨论到 这个一个小小的技术做这么一个小点题 就是在现场 但是大家做这么一个 大家都会看到什么是好东西 那么我们总统的市场很清楚 它的技术导向 它的技术方案 OK 关了